八年初一南加州是艳阳高照 气温是飙到华氏90度的高温 却挡不住华人庆祝新年的热度 各行各业虽然都没有放假 但是有不少华人挑衅上班 像是餐厅 购物中心 还有主题热源是人挤人 而美国最大的佛教圣定 佛光山西莱寺 新春平安灯会也登场了 吸引了好几万个族裔的民众来庆祝新年 迎接猴连新年 西莱寺广场张灯结彩 等了十二年金猴终于当上了主角 装饰的猴林猴县 这里是花果山猴子称霸王 正面是三只巧猴 聪明灵巧 拿出相机和手机 为家人捕捉镜头大有人在 敲打童钟 钟声回荡 大人小孩排队来敲响和平钟 为新年祈愿 从香港来旅游的这位妈妈和家人 来换度新年 小朋友敲钟 许下心愿 学业住步 就是来这里祈祈福 然后努力工作呗 敲打和平中还有这棵祈愿树 每年最受欢迎的用力丢祈愿彩带 许下一整年的愿望 中国的经济好起来 我们在美国也会过得更好 为家人为国家许下各种愿望 广场上好热闹 大雄宝殿新年法会登场 西莱寺主持会等法师带领信众 礼佛敬佛为猴连新年祈福 聪明灵巧 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智慧 用智慧去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 能够带来幸福吉祥如意 大雄宝殿外 民众福老西又手持一炷香 虔诚地祈求佛祖来保佑 大家工作努力 平安吉祥 大家 大连初一 美国不放假 欢度新年 华人和各族衣 兴致不减 蓝女老少 穿出鲜艳吉祥新衣服 越南人也过农历新年 越南姑娘穿上传统的服装 人群中穿梭 格外吸睛 好看的民俗节目登场 祥司献瑞 金龙出海 广场被民众挤爆 农历新年 华人和各族衣都疯狂了 好看的民俗节目登场 祝您的美 祝您的美 大连出约西来市是最热闹了 而这里华人跟各主义的民众 都来这里上乡祈福 迎接金喉莲的到来 而平安灯会活动 将一直热闹到元宵节才结束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到这里来真正体验 中国莲的味道 一张东西新闻 魏宽 吴中国 在西来市的采访报道